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3年12月8号 周五晚上的5点42分 今天的美股四大指数是继续上行 标普的11个板块 其中3个下跌8个上涨 在七大科技股当中只有谷歌下跌 昨天刚说到它实在是太不给面子了 谷歌昨天是发布了一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效果的视频 之前大家看完视频 认为它的生产效率非常的惊人 但是谷歌在视频描述中承认 出于演示的目的减少了延迟 也就是说它这个视频是编辑过的 换句话说 它模型的响应时间 要比视频显示的要长得多 很多人不买账 认为谷歌有误导的嫌疑 所以今天谷歌开盘 在盘前他就开始抛售 它也成为今天七大科技股中唯一下跌的股票 由于它没有突破139美金 压根就没给这种机会 所以我今天的右侧的建仓也没有实现 现在只能继续等待了 要么就跌下去再上车 要么就右侧突破再上车 好简单的讲讲谷歌 大家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去操作的 因为我还是需要等这个点位的突破信息 不突破这个地方仍旧是有可能是一个压力 一旦跌破了134块钱 又会回到128到133的这个位置上 好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说是油价 今天的油价这边是上涨了差不多2%多 这个其实好不容易涨一点 如果我们看它的周线 你会发现国际原油价格已经是连续7周下跌 这个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它是自2018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今天的油价是小幅反弹 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能源部发布了新的招标 正在寻求300万桶的战略石油储备 以便在三月份交付 现在美国买油的速度说实话慢如蜗牛 目前的整个美国能源的战略储备非常之低 假设我们说假设一下 按照现在每个月补充300万桶 它需要96个月 大概需要8年的时间才能够回到拜登政府上任时的水平 所以现在的油价你别看跌的挺狠 后面一旦它如果加速开始回购战略储备 还是比较有效的能够支撑油价的 那么今天的国债收益率这边是再次上行 国债这边也是普遍下跌 主要的原因就是非农爆了一个冷 而且又出现了和之前小飞农ADP这边完全相反的数据 今天的飞农这边总的就业人数是达到了19.9万人 高于上个月的15万 还有预期的18万人 其实这个差的还是挺远的 你看18和19.9接近20了 这差了不少人2万人接近 这个数字19.9万人 是包括了47,000名以前罢工的汽车还有电影工人的 如果剔除掉罢工的影响 过去两个月私营就业人数平均是11万8千人 相比之下6个月的平均就业人数是13万人 所以这个数据如果看细分一下 还是可能会受到美联储的欢迎 就是他们认为 目前的整体的就业还是在放缓的 这只是一个本季度 就是北约的一个特殊状况 细分项上来看其实还是放缓的 如果我们看行业 大家可能知道哪些行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哪些行业会稍微差一点 这个也会侧面反映出你要投资的行业的景气度 比如医疗保健行业增加了77,000个就业岗位 高于前12个月的平均每月增加的54,000个就业岗位 政府就业增加了49,000人 与前12个月平均增幅55,000人是基本时平的 制造业增加28,000人 其中汽车和零部件行业因为罢工返岗 这个行业增加了3万人 休闲和酒店的人数呈持续上升 增强了4万人 几乎全部都集中在食品服务和酒吧等场所 这个数据咱们在之前的小飞农ADP上刚刚讲过 那边是下降的 但是飞农是怎么说呢 是上升的 所以你觉得有趣吗 这个数据 社会救助行业这边是增加了16,000人 零售行业 零售行业是减少了38,000人 全年进变化不算很大 百货商店下降了19,000人 家居还有家具还有电子产品电器零售商减少了6,000人 信息行业是增加了1万人 电影还有录音行业增加1.7万人 主要是之前不是有一部分的罢工嘛 现在也是得到了部分的解决 运输和仓储这边是减少了5万人 还有仓储业的就业岗位单独的这个岗位是流失了8,000 航空运输是增长了4,000人 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细分项 这个我们如果仅从这个数据上 其实刚才说美联储这边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差的其实也不算很多细分项上 但是这个失业率这边就有那么一点点 不是那么靠谱了 上个月的失业率是3.9% 市场当时还担心说如果失业率一旦达到了4%会引发萨姆法则的衰退指标 一旦过了4%接近4.5%那市场肯定就是比较担心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失业率的报告非常非常的通人性 11月的失业率居然下降到了3.7% 远低于预期的3.9% 失业的人数下降 主要得益于就业工人增长了74.7万人 以及劳动参与率提高至62.8% 从工资涨幅上 月度涨幅略高于预期 员工的平均时薪上涨0.4% 到了12美分 总的额度达到了34.10美金 高于预期的0.3% 在过去的12个月 平均时薪增长了4% 符合预期 也不知道咱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你们的平均时薪在过去的12个月里边有没有增长4% 如果你们没有增长 那就是被别人给平均了 这个是以10月份下调的4%是基本持平 与此同时 私营部门生产和非管理员工的平均时薪是增长了12美分 达到了0.4% 总额是29.3美金 另外从国债上做一下预告 国债的信息是下个星期的12月11号会出售500亿美元的三年期国债 还有370亿美金的十年期国债 并于12月12号出售210亿美金的30年期的国债 所以下个星期国债拍卖预计有可能对于债券市场再次造成影响 因为本周是没有拍卖的 所以下个星期拍卖完了之后 看一看这种上行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趋势会不会得以延续 另外在消费者信心指数方面 在本期的数据也是非常的离谱 直接是飙升到了69.4 飙了多少呢 飙了13% 而且完全收复了前四个月的所有跌幅 主要是由于预期通胀轨迹的改善 目前的消费者信心比2022年6月测得的历史低点高出了39% 但是和大流勤钱相比仍旧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另外一年期的通胀预期居然是一口气降到了3.1% 看来这个接受调查者还是非常乐观的 五年期的通胀预期也是降到了2.8% 这个是一年三月以来最低的一个通胀预期 特别是这个3.1 我不知道大家对通胀的看法有没有这么乐观 我个人对于通胀的看法 我可能会比它稍微能高一点点 但是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美联储这边预期的通胀 会在未来的两年才会回到2%的目标 所以你现在预测的3.1%一年之后 也未尝不可能 但是我会预计的比它稍微还要高一点 我认为通胀最后那一点点的下降还是会比较困难的 好经济数据基本讲完之后 咱们还是来说一说关于大盘 因为今天的个股层面 其实要说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大家都是这么慢慢的往上去推 说大盘 标普在今天是正式收盘站稳了4600点 之前和大家标识过4500到4600的看点 既然已经突破 那么就需要承认现在市场还处于一个惯性强势上涨的轨道过程中 这一轮期待的更大幅度的下跌和回撤 他没有做这个动作 没有做这个动作 那就为未来去留下伏笔 跌是肯定要跌的 只不过是涨到什么时候再跌的问题 那么现在上方只剩下最后一个压力 就是4650到4730 再往上标普没有任何的压力 直接要上看前高 这是目前标普的一个走势 短期呢 你就看4500点了 看看能不能再次回到4500点 它才能走弱 如果不回去 那就是继续在这慢慢磨 每天涨个零点几 慢慢去测试 在今天的其他几个指数 纳指是一切正常的 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但是道指在今天 已经是出现了轻微的ISI的顶背离 已经是轻微的顶背离 因为它的收盘价格 今天刚刚是超过了在12月1号的收盘价 而且今天的ISI这边 刚刚达到了80 再往上就是顶背离加超买 这是一个比较 未来暗示在未来 还是需要下跌的一个指标 但是不一定是明天下一个交易日 也可能是后天大后天等等 这个就说不准 因为它是只能够预测一个趋势 没有办法去预测它是哪一天 那么在罗素上再涨一步 因为今天没有收到新高 今天比在12月4号的收盘价低了一点点 所以今天还不算是个背离 但是它如果再往上走一走 按照现在看 需要继续放量才能够修复 但是即便是放量也会进入超买区域 所以现在道指和罗素 都是面临着未来的超买加顶背离的情况 那么标普和纳指之前的超买加顶背离的情况 实际上随着在这一天 12月6号的下跌 是已经完成了修复 目前标普一切的指标往后 完全可以支撑标普继续的往上去走 那么在期券方面 几大指数都是非常正常的水平 截止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明显的趋势性的压注 所以大家还是在继续等待 另外Wix今天大跌了12.35% 而且在1月份之后的Wix的远期期货 依旧是比较大的价差 12月份现在目前还好 是3.34 那么现在的现货是12.36% 似乎大家现在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12月份就先这么混下去 对吧 你不卖 我不卖 慢慢大家谁愿意买点买点 慢慢推着涨 涨的差不多了 就等着最后一哆嗦 其实目前从仓位的情况来看 主动型基金 部分主动型基金 只能说部分的主动型基金的仓位 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最右侧的 那个位置是直接截止到12月6号的上周的情况 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吧 仓位这边连续经过了几周的加仓 有小幅的回撤一些些 但是也并没有测太多 目前的仓位仍旧属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另外就是机构这边 看来还是期望继续拿 没有去抛 就主动型基金这边 然后对冲基金那边 是已经基本上是满仓科技股了 慢慢的可能越涨越多才会慢慢往后撤 所以我们说要看下个星期 因为下个星期咱们之前讲过 三大买手在下个星期都没法买 一个是CTA没法买 一个是对冲基金没法买 一个是回购 在今天大部分的都截止了 这个股票回购公司已经没有办法回购了 好 这是我们说第一个是主动型基金这边 目前还是持仓待涨 散户情绪如何 散户情绪截止到12月7号的AAI 美国投资者个人协会的调查显示 在看涨情绪中 预计股价在未来6个月上涨的比例 是下降了1.4个百分点到47.3 乐观情绪连续第5周高于37.5%的历史平均水平 那么也是9周内的第6次 47.3非常高的一个看涨值 这是非常高的看涨值 尽管下跌了1.4 但这个没所谓因为它47.3是一个绝对的 在历史上的能够排到前5%的高点 说明散户也非常的看涨 这一块倒是和机构是比较罕见的达成了一致 中性情绪这边是预计未来6个月股价基本保持不变 下降了6.4个百分点到了25.3% 中性情绪在10周内第9次低于31.5%的历史平均水平 看跌情绪看空情绪 预计股价在未来6个月下跌的比例增加了7.9%到27.4% 悲观情绪连续第5周低于31的历史平均水平 也是12周内的第5次 所以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人在这个位置继续去看空 认为市场还会惯性上涨 而且持仓贷涨的比较多 那么我说说我的看法 现在市场既然这么在走 咱们不要去猜它什么时候一定要跌 因为现在没人卖 没人卖的话横在这它不跌 那有什么办法 对吧 咱们不要说提前去压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我觉得空间足够了 我现在真的很期望标普就在12月份 打出一个历史高点了 继续涨 继续像这样缓慢涨 每天没事 每天涨个0.5%也够了 也足够它打出一个历史高点来了 毕竟咱们说做戏做全套 今天的多头就是明天的空头 把所有的极限涨幅 无论是情绪面的 基本面的 还有投机性的 你都涨干净再说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都能好好的过个圣诞节 也不辱墨圣诞行情的民生 基金这边也可以在年底做出比较漂亮的业绩 等到明年的时候 你现在对标着VIX期货 在明年1月份的波动和上涨的情况 你会发现 等到明年1月份 大家换个逻辑再炒波动大起来 来来活活再来摆动 其实根本是不耽误的 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 如果12月内能够打出一个新高来 我是做好了做空标普指数的准备的 这个我之前和大家的节目里面说过一次 这是有时间前提的 在12月份打出高点来 我才会去做这个布局 那么如果是明年什么慢慢往上涨 1月份2月份3月份都打出高点来了 那个时间不对了 那个时间不对了以后 那就可能就要去调整 就不一定能做 12月份仅限于12月份 具体怎么做 等快到的时候 比如说他等了突破4730了 到时候我再和大家更新 跟大家说一说 我准备怎么去做空他 特别是做空的目标是怎么个做法 那个时候我觉得时效性会稍微好一点 现在还早了一点 上方还有一个4650到4730的 这个压力是一个中等压力 好吧 好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带来的 关于市场的一些内容 比较的短 昨天也预告过了 今天要和家人Family 不是那个家人 女伴的那个家人 要出去今天有活动 所以今天就早早的把节目做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今天的内容并不是特别多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周末之前 也能够放松一下 行情还不错 对吧 走的还可以 大家不要苛求太多 不要每天都希望它暴涨或者暴跌 行情大多数时候都是等待为主 到了周末咱们玩归玩 但是正事还得办 关于会员节目还是预告一下 上个星期给大家讲了 基于SPY QQQ双轨趋势的一些长线的策略 可量化的可执行的一个可以跑赢标普的策略 那么正好本周又出了非同就业报告 也有失业 所以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基于SPY QQQ双轨 以及失业率叠加基本面 就是会参考失业率数值 同时叠加现金债券ETF 还有黄金ETF的长线的一个策略 也是长期可做的 也是能够跑赢标普的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会比在上个星期讲的那个策略 还更有优势一些 那么这一期和大家来讲讲这个内容 希望对大家的长线投资比较有帮助 到了周末的时候 周日会去更新Renold答疑的社区帖子 如果你加入了这个级别 那么你会在社区下找到一个 带有QA标志和日期的帖子 那么每个星期我都会更新一个全新的帖子 但是大家提问是每天都可以问 每天我都会抽空回答 好 非常感谢大家最近持续不断的点赞 昨天的点赞率也是接近了15% 这看的特别开心 已经连续两天了 都是接近15%了 希望今天大家还是一样 多点点赞 好好休息 咱们下个星期如果波动性变大了 有更好的机会 特别是有一些个股 或者有一些什么潜在的突破 或者要防空的机会 都跟大家及时的进行沟通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款收听 以及持续不断的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好吧 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见 不散 不见不散